先来看看啊 这酒醉商人的事件 又一桩出现在高雄 就是一群人 他们去KTV里面欢唱 本来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我其中一名诚信男子 他在离开KTV 准备要等继承车的时候 就瞄了也从KTV 走出来的这一群人一眼 也就是这么一眼 为自己惹来杀神之祸 对方居然是拿起了小刀 就对他攻击 这名诚信男子 腹部流血 当场送医 好好的走 白马线却运来横祸 就在周六下午 发生的这些死亡车祸 就是一对情侣 他们走白马线过马路 不过在路口的时候 就被一辆左转的小货车 直接给撞上 两个人当场被撞飞 其中女方伤势比较严重 因为头部有十公分的撕裂伤 当场倒地 虽然说紧急送医急救 但是很遗憾的 还是伤重 宣告不知 在车祸当中 不幸丧命的谢姓女子 35岁 那么跟男朋友 两个人是姐弟恋 但是感情非常的好 趁着假日出去约会 但是没有想到遇上横祸 而且呢 本来是要搭捷运的 但是才擦这么几步路 就被车给撞上 那么当时女方被撞 那么男友是受到了情伤 事发之后 就跪在女友身边 等待救护车到现场 没有想到 因为一起车祸 天人有隔 都会比旁边车道的灯 提早亮起 也会提早结束 就是希望行人可以快速的 通过路口 减少和车子销毁的机会 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 通常行人耗制灯 都会比一般车道 要提早变换警示 就是希望行人 可以在集中时段通过 但是偶尔也会有秒差 如果车辆转弯强快 没有多注意 就很容易酿成意外 这一回情侣出游 女友就在男友面前 哀壮倒地 留下物线上通 下来新闻 张老师 刘雨景 新北市报道 第二关键的是 国内的疫情 形增了一位 境外移入的个案 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 是国泰航空的前员工 他长期是居住在香港 17号独自返台探亲 不过却在空服员的群组之间流传 说他没有依规定居家检疫 还回到机场 在国泰的办公室 呆了呆 还去美食街用餐 所以让大家有点紧张 那这样子是不是容易造成感染 不过现在疫情中心 已经不斥出 这是假讯息 这名男子待在国泰的柜台 这短短40秒钟 回到最正晚报 我们要带您看看 这放暑假了 大家都出去玩 不过你现在去很多的景点里 大概会觉得很烦 因为人潮跟车潮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来看看武岭 这周边的停车场 真的是挤到不行 在拥挤的程度 还有游客开玩笑说 你看看 这跟菜市场是不是没有什么两样呢 而台市自甲线也出现了一些交通乱象 像是车道上面塞车就算了 还有人把车子违规停在路边 光是暑假的第一个周末 这两天在武岭周边 就让南投的仁爱景分局开出了至少50多张的罚单 虽然大家呢上山想要避暑 想要享受一下美景 但是车子还是不要乱停 那有机选长先带你来看看 这一串葡萄有多厉害呢 这是在日本的批发市场上面的拍卖会 这一串的葡萄啊 就要卖日币130万 大概是台币36万块 也就是说呢 这每一颗葡萄就要台币1万块钱 这个是红宝石级的罗马葡萄 那审核当然非常的严格 这个大小都必须要在规定以内 那么它的口味是酸味是比较低的 甜度很高在8度以上 那当然从外观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非说是葡萄界的爱马仕 但问题是你会想要花36万去吃一串葡萄吗 那当然见仁见智 但是呢网友的开玩笑说 哎两颗半大概就超过台湾的最低薪资了 的确啊那两颗就要2万块 的确是蛮让人傻眼的 只能说呢高级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口袋有实力的人 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而银长则带你们来看看 这是日本的57家企业 要获得日本政府的日元补助 大约是500多亿左右 要灌什么呢 就是要把工厂从中国移回到日本 或者是要移转往东南亚 那么也包括了口罩制造商 还有台湾红海旗下的夏普公司 因为美中关系先恶化啊 那么美国跟其他地区都在想一想 如何不要过度的依赖中国 那么日本的这个决定 其实也跟台湾有些相似 就是要吸引他们的厂商 回国去进行投资 而银长呢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这中国人真的要百毒不清吗 他们过去实在很多的黑心产品 最近又有新的造假事迹了 这是中国央视他们自己派记者 去卧底踢爆的 这是在山东的一个海森的养殖场 居然出现了违法用农药 而且呢还是大量的使用农药 只是为了清光里面 其他的一些水生的生物 而且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还让海森去泡麦芽胡筋 所以会让这个海森长得胖胖的 比较好麦 这样子的状况实在很夸张 这种海森你吃下去 恐怕会生病吧 回到最正晚报要带你来看看 在桃园中正五街 最近要新开的一个童话市集 主打的是青子夜市 但是其实呢还没有审查过关 但是业者已经偷偷开张了 那么有一个家长带着小孩 来到这边去坐海盗船 不过呢这船摇一摇 突然上方的赤品 整个掉落砸了下来 差点要砸到小孩 那么当然家长觉得非常的夸张 后来才发现这个夜市 根本就还没有取得营运资格 业者是自己偷偷开幕 所以现在金发局已经介入来调查 也要求停业 那么业者也出面回应 说后续会依照政府的规定改善 但是现在偷偷营运 可能会罚5到10万块钱 有人就是这样滥用爱心 在台南的这家火锅店 老板觉得蛮无奈的 他是画面上的这个富人 告诉他说薪水还没有发 可是孩子真的很想吃火锅 所以拜托老板可不可以先通融赦账 让他们先吃 那隔天领到薪水之后就会立刻来付钱 后来呢这个富人就带着先生 妈妈四个孩子 他们一家总共七口吃了1700多块 但问题是呢 吃完就走了 隔了两个礼拜 店家催款 但是这个富人就神隐了 电话也不接到今天 依旧失联 让老板觉得还蛮无奈的 本来想说通融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爱心 感觉上好像被利用被骗了 所以老板就说 如果这富人一家20号 还是没有来付钱的话 就要报警 大家看看这位网红小猫 他先前在脸书上面 做一个业配沐浴乳 不过呢引发大家讨论的是因为 他是在流理台帮他的宝宝洗澡 那么当然大家就很担心 这除了不卫生之外 其实也非常的危险 那么事后他就把这影片给下架了 认为自己做了不良示范 很多人去领三配券了 不过好多民众很好奇 说放在三配券里面有一个塑胶夹 很不环保 而且感觉上也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一定要放这样子的一个夹子呢 那么进进一步就说 这个票夹是可以固定票券 让民众在领的时候呢 可以看清楚张数 确认内容物 避免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困扰 所以有民众拿到之后呢 现在也开始发挥了一些巧思 把这个塑胶片再利用 来假发票 可能可以放发 那个发票吧 发票 等于发票常常的 刚好可以放在里面 因为 那关心得是现在在桃园啊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去贩卖 笑气 还有黑帮分子趁机牟利 那么很多人 欺许过后 轻则神志不轻 重则还会丧命呢 现在就传出还有不孝的业者 要来抢这个三配券的商机 说过去啊 买笑气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现在也收三配券 这不法的业者 也懂得要抢吃大饼 最终点内幕 我今天带你来看看 这个画面 这是民进党的全代会 前总统陈水扁也来了 虽然说是没有受访 不过呢 先前啊 就有人抱怨说 有点不太想看到他 所以党团还施压 不让陈前总统来 那么实际上到现场 我们来看看 其他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蔡总统对于这个议题 是没有做出回应 而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则是并没有阻挠 只有法务部是比较担心 相关的问题 不过陈前总统 今天是在投票半个小时之后 就快速离开 再看最近的这一位女战神呢 是国务党的 异常女战神陈玉珍 但其实她蛮浪漫的耶 台大周文系毕业 她说啊 她很喜欢 就是可以跟她一起 吟诗作对的男生 现在还要公开征友 而且啊 这个委员讲话也蛮实诚的 她说因为当立委真的很忙 所以过去还曾经玩过一段时间的交友软体 说好多外国人找她聊天呢 而南韩的这位政治人物 虽然已经过世 不过现在却是备受讨论 因为她的爆料 一桩接着一桩 这位市长 胡温纯被前秘书爆料 说过去四年来都是在忍受她的性骚扰 不止呢 是亲膝盖身体接触 甚至还说她简直把女秘书 当成像是北韩的花恩余祖 等于把秘书当成自己的后宫 虽然说已经过世 但是在网络上 骂声一片 昨天放暑假 警方呢 也开始做一些扫盗 我们带你看看台中的 金钱豹酒店 这是小姐们接受盘查 那当然在酒店工作 大家都是穿得挺清凉的嘛 那么现场还有弃毒犬 在出任务 只不过呢 这些酒店小姐 看到可爱的弃毒犬 还忍不住几乎说 哇好可爱哦 可不可以跟她玩 可以跟她拍照吗 大家声音此起彼落的 让远景在旁边工作 还真的有点尴尬 再带你来看看这位车主 他觉得有点不甘心 他前前经过了 台北市听抽路的地下道 那么被后方的车子检举 没有打方向灯 不过他说他收到罚单的时候 印来是两张 而且照片还是一模一样 这中间时间只差了两秒钟 他又觉得说 那如果是检举人 跟不同的分局检举 难道他真的要多次挨罚吗 可是后来警方 拿出了完整的检举画面 证明这个当事人 他的确是有两次的违规 时间呢 就是间隔30秒 这么短 所以是维持云处分 有时候他的申诉 然后我们看过影片之后 我们认为他是两个 两个合规行为 所以他申诉的结果的部分 我们还是依照原本的红单 还是认定做举发 我以为两秒被检举两次 车主不服提申诉 警方也出示照片澄清 两张罚单 恐怕还是得乖乖搅纳 三十分 孟国华高 赵雷英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关注 在高雄的明城三路 这边有一家烧烤店 发生了火警 不过附近邻居就抱怨说 这已经是这个地点 第四次发生火灾了 而且一次都是排烟管所引起的 虽然附近的邻居 大家真的是很害怕 因为万一下一次又起火 烧到他们家该怎么办呢 只不过碍于不是消防设备起火 所以消防局也是无法可罚 只能够提醒业者 必须要定期的清理 才能够避免火灾 再关注的是香港 他们最近爆发了 第三波的疫情 而且确诊的本土案例 真的越来越多了 而且就连演艺圈 同样也有人感染 这是24岁的歌手 施框桥 他的经纪人跟宣传 同样也都是确诊了 而且他最近呢 有到电视台去录影 也有工作 接触人数超过了上百人 导致香港的娱乐圈 现在人生自危 在国内则是新增一位 境外移入的个案 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 他是国泰航空的前员工 长期居住在香港 那么在17号 是自己回到台湾去探亲 可是啊 在空腹云的群组里面 就流传这样的消息 说他没有依规定居家检疫 甚至回到机场 还在国泰的办公室 还去了美食街吃饭 让大家非常的紧张 不像疫情中心已经驳斥 这些都是假讯息 大家看到雪高雄街头 全出了有人攻击伤人 大家本来开开心心的去唱歌 那么其中啊 受伤了这个陈姓男子 他是呢 在人行道上面等气乘车的时候 去瞄了另外一群 从KTV里头走出来的人 结果呢 就让对方不满 拿着刀子 就对他进行攻击 那么这位陈姓男子 腹部流血 当场送仪 过来看这个嫌犯 把人刺伤之后 就回家呼呼大睡了 大概是喝多了 因为警方上门的时候 他浑身酒味 邻居也说 大清早看到他搭着计程车回来 也完全没有显示任何的不安 刺伤人之后还挺淡定的 而这名嫌犯年纪很精彩 25岁 还是一个营造公司的小开 只不过 当警方上门的时候 当然记者也问他 为什么要动手 他居然还转头 就很瞪媒体呢 还有遗憾的消息 这发生在新北市捷运的 环状县新庄捷运幸福站外头 当时呢 有一对情侣准备过马路 要去搭捷运 但是没有想到在路口 就被一辆左转的小货车 这么直接给撞上 男人当场被撞飞 女方的伤势比较严重 头部有撕裂伤 被撞之后 直接倒地 鲜血是狂流 那么当场被送医 但是很遗憾的 经过了一整天的抢救 今天一早还是伤重 宣告不止 周六下午两点多 核心男子和女友